朋友们 有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我现在压着吊地上 吊地上两个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吊的 咱们现在给它拿上去 拿的时候吧 用手指 切尔比用你的手直接触摸它 就是这样 然后给它放回窝内 它在窝在这呢 好 一个回去了啊 咱开始放这个 还是用手指啊 千万别用你的手 压子没有死啊 都是这窝的 好 回去了啊 它妈妈一直在旁边焦急的等待的 不知道该想什么办法好 我给它送回去了 千万不要用你的手直接抹了 要不然压着会不要它的 我去了 朋友们 我在我家地上又发现一只小压子咱 这压子咱看从哪儿掉来的 从这个窝掉来 看着没 咱们现在也给它拿上去吧 要不然它会死掉的 还是这种方式 它一直在想我要吃的 小压子在这里呢 好了 我给它送回去了啊 送回去了 这个压子窝可以啊 没掉 我家压子窝有十几个 有七八十字样子 经常会有压子掉出来 现在又发现一只大压子 朋友们 今天是怎么了 这压子现在不会斐啊 但是快斐了 咱们也给它送回在窝里吧啊 要不然它会死的 看看这压子牛不牛逼 要斐还没斐呢啊 还不会斐现在 我去了 牛棚怎么全是压子的朋友们 一只啊 两只 三只 怎么牛棚这么多压子都掉下来了 咱们一个一个送马啊 我不知道它是哪窝的 咱们给它送回去啊 好 咱们 咱给它送这个窝里 这个窝样子比较空 掉了 这样咱把这个样子给它放凹槽里啊 往这个凹槽里 这样的话能好一点 这个样子的宰牛棚边呢 咱也给它拿走啊 要不然它就得死了 这应该是最后一只鸭子了 让它给它送回去啊 飞了 它不会飞起来啊 还不伤害的朋友们 看着吗 要不然被牛踩死了一会儿 牛马上回来了